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今天呢要来做个大小康康对比 那如果你喜欢这种影片啊 介绍包包的话呢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跟按那个小铃铛 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吧 那我今天这个康康呢 是24 小康康呢是19 24跟19的意思就是 下面呢是24公分 那小的呢是下面是19公分 那我这个颜色呢是Rouge Secours 是去年爱马仕出的一个新红色 and then我这是配那个特别的那个金属 它是那个enamel buckle 那我小康康呢是Rose Extreme 配金扣 好那我就先给大家看一下个对比 其实size真的差蛮多的 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 你看这个肩带呢 小康康康明显比大康康细很多 但是因为小康康的那个肩带是比较长的 所以他就没办法做那么粗啊 好后面 那给你们看一下下面的对比 然后再另外一边的对比 好那我们先来介绍大康康 那这个呢是24公分 那我的两个康康都是Epsom皮 所以真的是蛮耐用的 你看这样挖什么的就真的是非常耐 那康康有出蛮多种不同的皮革 几乎爱马仕的皮 不同皮革他都有出在康康上面 那如果你想要看一个就是爱马仕皮革对比的话呢 请在下面留言 那我也可以下一个影片做一个爱马仕皮革对比 好那我这个呢 是Epsom那这个buckle呢 是特别的buckle 是enamal buckle 然后我特别喜欢因为我这个呢 是粉色 那我觉得粉色配红色呢 就蛮好看的 然后下面呢是银色的 你看这边上面的金属呢 就是银色的 这样 好 我打开来给你们看 那康康里面呢 里面的皮呢 是非常的软 真的是很软 它就有一点像swift皮 或是像那个chanel的小羊皮 所以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软 然后里面呢 就有两个大隔层 前面这个隔层呢 还有一个小的隔层在这边 然后两个大隔层 后面呢就有一个拉链 这个拉链 其实我也 这个拉链是蛮大的 因为它这边有做一个这个口可以这样翻出来放东西 但是我几乎是很少用到这个小拉链 那我要跟你们分享就是爱马仕的拉链啊 它的拉链呢是非常的顺的 所以你拉的时候呢 应该是不会卡卡的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是买到真的康康呢 它们的拉链是真的非常容易拉 还有呢它最底边呢 我给你们看 是有一个H的 所以爱马仕加的拉链呢 就是有这个特殊 最后面一定是有那个H的那个Logo 有没有看到 好 然后呢 我这个呢 是2019年买的 所以呢 那个刻章呢 是在里面内册这里面 这里面这样 在这一边 所以如果你们在二手市场在看包的时候呢 就可以这样就是看一下那个包包 好 那我来大概跟你们说我背这个包的时候呢 我大概可以放什么东西 因为它容量呢 我觉得以一个就是看看来讲 可以装真的是蛮多东西的 它应该也是算小包吧 好 那我通常呢 会一定会带我的皮夹啦 我这是LV的Victorine Wallet 放在后面 然后充电宝 我的是小的Anker的充电宝 放在后面 可能最近出门都会带湿纸巾 所以湿纸巾往前面 还有我会带我的AirPods 我这是AirPods Pro 放在前面 那通常我手机呢 我手机就会放在这个前面这里 是非常有位置的 放在前面 然后带两个唇膏 然后这样基本上就可以出门 哦我的车钥匙 然后就可以基本上出门了 你看盖上 其实它还可以装蛮多东西的 但是我通常是不会塞那么多 那大康康呢 你是可以肩背 它就只能长的肩背 不然你就是两个拉起来这样做肩背 这样好 好看吧 好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小康康 我其实背小康康比背我的大康康多 蛮多的因为这个是可以侧背 and then又可以肩背 所以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孩嘛 所以我的手呢 一定是要空着 如果我带他们出门 那这个呢 比我的Burkin啊 后Kellie呢 跟他们出门使用 因为它可以肩背 and then其实它这个容量呢 也是蛮足够 就是放妈妈的东西 好 Rose Extreme and then我这也是Epsom皮的 打开来给你们看一下 里面呢 也是那个非常非常soft的这个leather and then里面就是两个隔层 它跟大康康一样 前面有一个小口袋 and then两个大口袋 后面呢 它这个呢 就是做一个口袋 它就没有像那个大康康 是做一个拉链式的 好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 我的里面可以放什么东西 好 我的LV皮夹 通常就会放在后面 and then呢 我会带 我的两只 唇膏 放在前面 and then现在出门呢 就一定要带 我的里 湿纸巾 湿纸巾通常我都会放在前面 还有 还有 我的AirPods 基本上这样 and then我手机呢 就会塞在后面这边 或是我就不会带那么大一个皮夹 就带一个小卡夹 这样就是 非常的满了 盖起来 看 其实还可以装东西 只是 就 不想要把包包 stretch到这么 这么宽 对 好 这个就是 小康康 再给你们看一下里面 因为它真的是蛮能装的 你们看一下容量 蛮大的 好 给你们再看一下 这样两边对比 我都把这个上面的这些膜啊 都把它拔掉 因为呢 我的 cells associate跟我说呢 那个膜呢 一定要拔掉 如果是黏在上面呢 没有 就是一点点脱掉呢 那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开始已经脱掉呢 你就要把那个膜拔掉 不然呢它就会把这个金属啊 吃掉 那到时候你再把它拔掉的时候呢 一看它就不会像这样亮亮的 它就会有一点 那种旧旧的那种感觉 所以呢 要记得 要把它抹拔掉 我知道我也是非常不想要把它抹拔掉 因为 康康这个嘛 一定就是会被刮花 但是 这个东西呢 就是你刮花 艾玛丝 你可以拿去艾玛丝 艾玛丝是可以帮你修的 所以 不要怕用你的包 既然都已经花这么多钱买了 那就是要给它用 好的 那我今天的两个康康对比呢 就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 拜拜